今天晚上要來 我們就要去吃飯 今天晚上要去吃飯 為什麼我是次等公民 團體邊緣人新生大公開 經濟人常常就是會說 那邊大家一起約出來吃飯 是耶 可是永遠能約出來吃飯 他們都已讀我 大家說要去吃飯 他們就說週六晚嗎 也好 我說我要看看 結果你知道嗎 我馬上說我要看看就是 完全沒有人回 所以印象最深刻 有一次整個聖誕節 大家說要吃飯 她整天都沒有回 然後可天過來聖誕她也沒有回 直到明年的聖誕節 她突然回就說好 要吃飯 哈囉 去年的訊息啊 聖誕大餐呢 有一次我就跟她講說 今天要不要過去提你一下有沒有 她說今天店裡沒有開啦 妳說妳店先一天過來 好巧不巧我正好經過 看到裡面三四個妹在裡面 太誇張了 我有看到你們的面子嗎 一行剛過的時候我們 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 我們去挺小偉的店 跟小偉騎腳之後 她就叫我們去她找她 對 騎騎她後來打電話啦 她說你們兩個常常去餐酒館幹嘛 身體病毒這樣很多 不要讓我教她 天啊 天啊 為什麼會有藝人變成次等公民啊 她團體邊緣人又是什麼呢 就是說這是一個團體 對… 她永遠都會被忘記 然後永遠都不找她 永遠都不揪她 永遠都不想告訴她現在的秘密 就等於是排擠了嘛 對 有一點 霸凌嘛 那就離開那個團體啊 兩個人又在一起 然後每天在 什麼 好突然的話 一樣的意思啦 邏輯…相通 心靈交流 不能閃嘛 對不對 人家有提出來 人家腳稍微拉過來 妳就要配合 好 好… 很重要嘛 我講了有沒有道理 拉…拉過來 妳有遇過那個對妳冷暴力的嗎 對我冷暴力的比較少 妳會喔 不給 人家要的妳不給 對 我很累 然後我就會轉身就走了 轉身離開有話說不出來 對 妳很累一轉身 她以為要來一點不一樣 沒有啦 妳很累耶 哪有反應像妳那麼好 我們今天就要來互相控訴一下 是的 今天我們有三組好朋友 他們真的都是常常混在一起的 但是其中總是有一個人是邊緣人 來 第一組蘿莉塔 啦啦還有何玉文 歡迎 請上控訴 請… 友誼到兩位被控 七運… 怎麼會這樣啊 為什麼人那麼好直率啊 對啊 我最照顧妹妹 來 這位 金大班的最後一位 為什麼 就是故意要穿著啦 因為平常他們兩個講話 我都不敢回嘴 春去 找不到去 只剩下便利 好啦…來 你要控訴什麼啦 控訴穿這樣子很誇張耶 控訴就是要穿這樣 不然我壓不過妳的氣勢啊 平常宇文姐講話 我都不敢回嘴的那種 對 因為我今天要硬吹一擊 所以要穿成這樣子 來 等一下 來… 所有閨蜜都上過宇文姐的節目 唯獨我們沒有被邀請 真的 因為宇文姐就是有開了一個YT頻道 因為我就發現說 她有的時候會邀請一些藝人朋友 去上去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 結果就沒請妳 或是感情觀這樣子 誰都來了就沒妳 對 開台到現在都沒有邀請我 但這就算囉 前陣子我們大家一起出去吃飯 然後… 不是啦 人家說好好的管他咧 要你管啦 對啊 然後反正前陣子 我們大家剛好一起聚餐聚會 現場十幾個人 全部都上過宇文姐的節目 幾個人也有耶 十幾個人 我覺得很過分耶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情 啦啦有上過嗎 啦啦有上過啊 對啊 可是我覺得蘿莉塔不用想太多 因為去姐的節目都要聊一些 對啊 幸福啦 每個都是很detail的耶 把握你的形象 怎麼了… 張老師什麼 我也上過她的節目 你也上過 上她節目的我告訴妳 對 土土先生 飛龍技虎 我告訴妳 非常粗獷的成為一名 英俊的五熊 非常矮又爆牙的這個海產 還有非常富裕的我 一定要有個非常才上的 什麼叫非常富裕的語言 我非常好啊 我非常平啊 就沒有別的形容 我自己講什麼 我在這邊鄭重解釋 好朋友能來上我的頻道 是我的榮幸 其實我非常想要蘿莉塔來 但是你知道蘿莉塔跟我一樣 反應快 然後反應佳 然後講話尖銳 敢講 能演 敢演 學歷也高 但是你知道嗎 你要知道 我們那個平台是真的在講性愛 沒有 YouTube而已 沒有 我們主講兩性 兩性… 就是有性啊 今天不能講喔 沒講… 好討厭喔 我還私下拿給妳 說不要搬上檯面對不對 對… 但是所以我現在出了兩性的 感覺像佛金住印 人家是不是立馬上就暢銷第一名了 不是 你男女朋友談戀愛 難道談到最後不結婚 不生小孩 不可能啊 一定有嘛 可以做但不能說啊 對啊 現在年輕人不一樣了 有時候你不說出來怎麼調整 蘿莉塔聊這個應該最厲害的 就不要吧 對 為什麼她不聊啊 可是我們團隊說 她的聲音太尖了跟我 妳的聲音也很尖耶 我就是因為主持人聲音太尖 就這樣妳很活潑 要搭Sandy這種穩重的對不對 對 因為我很內向很安靜 對 笑 我們兩個都很尖銳 對 這樣會太長 可是我之前也有看到 妳就是跟搶牆拍影片 搶牆也很尖啊 搶牆那一場我全部都安靜 我就沒講話了 不是啦 我跟你講 事好事壞 好朋友一定要來一次 而且…等一下重點還有 剛剛講到宇文姐的書 大家都有收到宇文姐的書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也收到 我想說宇文姐就特別送書給我 然後這影片我就看到大家 陸續開始拍照 打… 拍照發文說 謝謝宇文姐的書 然後就是那個 有拿宇文姐的書這樣照相 結果我就發現 大家的書上面都有簽名 或是留一些暖心的話 譬如說詹老師的 他就寫說祝老師硬邦邦 然後就都沒有聊到祝福的話 什麼祝福話 我今天帶來我這本 空白的都會簽名嗎 出現了… 出現了… 他給他摔地板 妳是寶貝 還丟書… 其實摔地板 太貴身了吧 1350 不特喔 不給特 我還要犧牲我的書被丟地上 等一下 我告訴你 蘿莉塔這是天大的誤會 我把她當好妹妹 你知道別人的都比較後拿到 她第一個拿到 我請出版社特別寄到她家給她 趕快給蘇特寫 因為出版社一印出來 朋友兩千… 沒事… 有特寫喔 不要特寫 這裡面其實因為只有蘿莉塔 沒有經歷過大風大浪 你看詹老師 你不要說謝忻 謝忻上新聞像那麼多對不對 對啦 她浪很大 大難經過啦 對 所以因為她沒什麼事 不需要祝福她 她已經很好了嘛 我這個是講關係的書 她一帆風順 我不需要祝福妳什麼 介紹醫美啊 可以啦 OK啦 所以 但是我跟你講小事… 今天完了以後她馬上妳就上 我一定會上 對 可以的 而且有人相約一同出遊玩樂 但是妳卻成為跑腿小妹 真的 我們就很常三個人一起出去 可是就很奇怪喔 每次我在出門的路上走到一半 我就會接到他們的電話 或是訊息說 蘿莉塔妳可不可以去幫我 買什麼什麼東西 發落的東西 對 然後我就開 我就要到聚會之前 我要先去幫他們買東西 然後才能夠抵達現場 然後我就想說奇怪了 為什麼都是我去買 然後就是很怪啊 為什麼妳們不自己去買這樣子 是這樣沒有錯 而且還有另外 另外還有像我們大家出去 會互相那個拍照 我覺得啦啦很偏行 啦啦幫宇文姐 都是那種拍100張的 她拍我都是這樣子 一個兩三張說 好了 可以… 妳也不能怪她 非常的隨便 人都喜歡拍美的事物 對… 小鐘哥 妳憋嘴 給我閉嘴 不是 因為蘿莉塔真的 蘿莉塔的比例很好 我真的是隨便組 好了 等一下 我已經出了憋腿太硬了 我現在哪有五頭身嗎 妳在講什麼意思 我只要賣100張 沒有 妳們不要吵架 然後還有那個超推小妹 我們真的是沒有這樣子 沒有吧 對… 有啊 妳們都會叫我去買飲 不是… 或妳都比較晚到 然後我們可能一進去 然後再開始吃飯 或者開始討論一些事情 妳來路上那裡順便買一下嘛 對…我們是這個想法 不敢把妳當跑腿小妹 妳真的不要這樣想 我不知道宇文姐有沒有這樣想 帥給她 沒有… 甩鍋 我有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常常一起出去 為什麼會叫她去買一下東西 那是真的不得已 因為LaLa跟我都離過婚 我剛離婚的時候 有時候跟LaLa討論一些 離婚協議的東西 不能曝光 我們不想要影響到Lita 她以後對婚姻的出現 對啦 不要那個夢幻泡泡不要戳破 對 那些東西很實際 其實也不適合 就是給人家聽到 就小妹妹說 不可能啦 娶得她哪敢跟她離婚 對啊 化為立鬼 Lita 立鬼 不會穿紅色的今天喔 立鬼塔 最可怕的就是前妻 全世界最可怕的動物了 詹老師 你為什麼會有夢想吧 我… 詹老師 你今天為什麼又困困的來啊 我嫌棄非常好啊 OK啊 對啊 我也非常好啊 沒有 對啊 該給的我們給清楚啦 要清楚 男人最可怕就是離得不甘不盡 自己過得很好 老婆還是過得不好 那不行 糟糕了 對 像你也是啊 全部親了 通通給小孩老婆 我什麼都沒有拿到耶 詹老師 那妳就不應該了 我當時有說和年 虎年那個屬虎的要全部親出來 對 全部給自己的小孩 全部給你啊 全部給 我覺得以這個邏輯判斷就是給我 因為你生小孩狀況就每況愈下 對 其他幾個就還好 可以聊他們嗎 好… 光我屁事 盡量爭取我的權益 好啦 人家沒有把妳當跑腿小妹 妳想太多了 可能是迅猛囉 教程比較快 不是這樣的 但手還短 沒辦法拿東西 好太快了 好 朋友生日我的用心準備 自己生日就求人出席 真的 因為啊 我跟他們當朋友到現在 不是說我這輩子 這輩子都沒有辦過任何生日派對 因為我就很怕都沒有朋友來參加 但是像他們兩個真的就是 譬如說他們生日一到 通常我生日我只要一過十二點 我就會立刻 譬如說如果有禮物就會快遞 趕快快遞過去 或是會立刻那個傳訊息祝福 或是怎麼樣 立刻說生日快樂 但是像我生日的時候 就很常被遺忘耶 尤其像宇文姐 我覺得她很過分 她真的太過分 我今年生日 她根本沒有跟我說生日快樂 她完全忘得一乾二淨 這樣就算囉 她生日的時候 她有辦了一個生日餐 你知道她多過分 她那個前一天晚上半夜十二天才 跟我說 她傳訊息給我說 羅伊塔 我忘記約妳了 我明天有找大家吃飯 她直接還把我忘記耶 然後還問我說 妳好像也是最近生日有這回事嗎 她連我生日都忘記 還問我是不是最近跟你差兩天而已 羅伊塔 都會啦 黑心啊 就那麼一頂鳥事實 對啊 她在講 難怪妳的人生無法開闊 對啊 眼界太低了 女生會殺 我手把手用我的血汗塵帶起來的徒弟 結婚沒有發帖子給我 我有生氣不會嗎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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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爾聊一下而已啦 無聊事有什麼好生氣對不對 起碼妳有收到Sandy的CD 有啦… 有啦… 有… 第一個喔 第一個 全世界第一個 謝謝… 文姐最近真的比較忙 因為她出書一直在寫 對 一直在寫說給LaLa 給那個詹老師 對 她沒有寫給我 原諒她 不是 我要解釋這件事情 這要照詹老師來講 因為我這個生日餐會是詹老師約的 對 詹老師也只是為了報答我 因為她有一個代言 需要一個旭璇 她叫我去演耶 旭璇 我演了她 我演 因為那個代言我拿了50隻 給她2萬而已 很狠 而且那代言裡面 還有海產出現到她乾兒子 然後鯨魚小媽 對 你看我多奇怪的劇情啊 就是說她為了我那個事業很投入 所以她生日說 要不要我投入一下 我說通通我買單沒關係 大方 所以蘿莉塔妳是交錯朋友了 她就忘記了 我很相信 妳有什麼生日跟 乾爹 乾爹講 乾爹講 有問題 謝謝爸爸 像有一個爸爸 有一個藝人上個月生日 5萬塊我通通出這樣子 生外之物嘛 對不對 好大嗎 好啦 今天就認這個詹老師 你看…我們還正式乾爹 介紹乾爹給妳 乾爹這麼大方還是被牌子 小事… 乾爹… 沒事 我最討厭過生日的對不對 平常就好好閒著 大家各過各的啦 過什麼生日 出門公街陪行程 我想確定人家就沒人想陪 真的很常這樣 比如說像前陣子才發生 就是那天我們三個人約好 一起出去逛街 然後因為我就有一個 特別想看的品牌 所以我就跟他們講說 那個品牌在哪個百貨 你們今天可不可以陪我去 然後他們兩個就說 好啊 可以啊 然後當天他們就說 可是他們前面還有 他們也有自己想逛的 他們就說還是我們先去逛 他們兩個想逛 逛完之後 因為我那個最後再陪我去 我那一個想要逛的那間店 我覺得OK 反正就是都會逛到嘛 只是順序問題而已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逛… 逛… 逛… 把她的 宇文姐的店逛完 讓她想看逛完之後喔 我想說要去我的店了吧 要去了吧 結果這時候他們兩個居然跟我說 我說不好意思耶 我有點… 然後我就想說什麼意思 應該不可能是想要放我鴿子吧 結果他們真的就回家了 可能剩妳一個人啊 對啊 就剩我一個人耶 這女兒啊 很難懂嗎 對啊 而且這很重要 很重要 一起逛街 而且是女生奠定友情的很簡單的基礎 就像男生一起會抽菸 對 一起上酒… 對… 因為如果你們拿菸給朋友 然後男生說我不要 那是不是就是拒絕了 沒有 代表她不抽菸 就是沒有要交付 人家給你菸你就抽啊 對啊 就你們男生就是走這個路線了嘛 然後我們女生就是逛街 對啊 先給我澄清一下 對啊 因為其實我跟宇文姐 就是逛街真的會累 而且邊走就邊 就是尿忍不住你知道嗎 就膀胱比較無力 就是生過小孩 其實膀胱都會無力 所以我們又不好意思跟蘿莉塔說 我們很想尿尿 年紀也大 不然如果 腰很容易痠啊 對 腰很容易痠 如果讓我們年輕個五歲 妳才幾歲 怎麼腰容易痠 因為阿比有差 我們算年紀大耶 對 對啊 年輕個五歲要光時間電 還是要晚上去 通常壓電都沒有問題 可是現在真的不行 壓電 對 現在沒辦法 現在就是大概逛一間百貨公司 我就覺得 就好累了 對啊 不要說壓電了 連晚上找我們吃櫻桃鴨 我都沒力氣了 真的嗎 太累… 太慘了 太慘了吧 不行… 對 我們是因為真的沒有死 對啦 如果你真的覺得很委屈 我們明天就約時間 白天… 什麼就委屈 大概妳走妳的陽關道 她過她的多目前 沒有啦 沒有… 我告訴妳 沒關係 我介紹一個有錢的乾爹給妳 他在右邊 白白胖胖的 這邊 我認了 等一下後來就低血認證 他很愛買潮牌 你們可以去逛 我剛才仔細觀察 其實也不是排擠妳 因為他們兩個年紀稍微年長 所以他們有個物語類聚的感覺 所以妳不要太… 玩這東西不一樣 聊得不一樣 其實我們四個走出去 我會跟他們兩個走近一點 因為妳太年輕了 妳很會講話耶 那兩個有這麼老嗎 對啊 跟我差不多 就是 還是小朋友 就是年輕小朋友 你不要太在意 然後我都穿成這樣 好啦 對啊 沒關係 好 被稱讚 好 控訴失敗 好不好 來… 來…小偉跟小鐘 要控訴 張老師 要講得完嗎 講不完吧 我跟你講 這很多要控訴的 來喔… 我們三個人的感情 我要稍微來 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三個人在古代 其實就是桃園三結義 對 他就是劉冠 他就是劉備 然後這個是張飛 我就是關公了 對… 我們甚至我們三個感情好到哪裡 你知道嗎 我們三個的目的都已經埋好 埋在一起了 而且是在旁邊 對 做生機 生前那個那個 對 他今天竟然會說他是邊緣人 我們兩個來到這邊 其實我們的心情是 超不爽 不爽 生氣憤怒的 我等一下會舉例 讓你們大家認同我的想法 好 小偉 以前我去花蓮 你買車票弄飯店 給我搞得舒舒服服的 大家稱他為人類最忠實的朋友 對 那不是狗嗎 那不是狗嗎 你現在… 你現在紅酒館生意好 那是大咖的 那人屁是不是 他有一個事件很有名 就是之前老師 不是要賣房子給我嗎 他賣我很貴 其實老師賣得很便宜 那個價錢是小偉跟我講的 不是啦 就是那個小偉 小偉很怕被邊緣化 所以從中挑撥四非讓他恨我 他是演藝圈的邊緣人 對 因為他所有的朋友 都是靠錢買來的 我要哭啦 所以他只能拚命賺錢 快點砸我 有誠心嗎對不對 剛剛錄影前 我一個在那邊哭作 他們直播的直播合照的合照 對 我在那邊看著那個背景在哭 那傷感 我人格科技什麼 沒有 後來你拿一萬塊出來 我們就跟你一起直播 有… 砸錢… 後來… 好 第一條控訴什麼 控訴 來… 第一個是 對 宋玉德哥跟其他大概 就送高級名酒 卻沒有送我任何東西 來 小偉 你自己想一下 有好吃好喝的 米其林三星二星的 我跟小鐘講沒有忘過你 你今天有什麼事情找我幫忙 我力挺到底 可是你對大家 可能他們會覺得跟你一起出去 沒面子 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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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是這樣 只能私下聚會的朋友 憲哥 你說對了 有時候還委婉的說 我穿的衣服太慫了 或是說你年紀這麼大 不要太扯了 太批了 這個都沒關係 可是你今天送禮物 送得有點離譜你知道嗎 你要嘛偷偷都不要送 對不對 你既然送給玉琳哥一個 想不起來 明酒 因為我常去玉琳哥加碼 送給他明酒 送給小鐘哥什麼 很多東西怎麼講 結果就你沒送 就是我沒送 那種東西 電冰箱冷氣的通通都送 小偉要好好講一下 你好好講清楚 我不是計較 就平等對待 大家都是朋友嘛對不對 讓我解釋一下 其實我不是送 紅酒櫃 然後裡面塞滿所有的酒 但是為什麼呢 老師 我覺得你今天這樣子控訴 其實我覺得你心眼好小 對 你想一想 我們認識五 六年 我幫你介紹 我周遭所有朋友讓你看風水 其實那些價值 已經遠遠超過這些年酒的價格了 如果你真的在意 我下次送你冰箱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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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先去丈量他的身材 喂 對啦… 對 好朋友你怎麼會去計較 有沒有送什麼 這個小東西吧 你看人家要送東西給我多難送 對啊 因為什麼都不缺啊 對啊 不是 你人到的就好了 自己打一個烏雷姐我打開嘛 不是 不是 你 你打在哪裡 心意嘛 對啊 心意當成禮物 你給我感覺看大不看小嗎 你就是紅酒界的盼若迪嘛 可是老師說真的 對 為什麼要學到盼若迪 你之前說過詹老師 什麼樣的生日禮物 我跟你講 詹老師其實為什麼人家會這樣 對他 其實其他有志 前一陣子12月的時候生日 是 然後大家都送我很多禮物 他很厲害 他就來了 他就提個那個Hermes的那個帶子 老師厲害 就拿開禮物 還有兩樣 一開始拿那個牙膏 一整排的 然後那個牙膏被小偉一看 好強 你三年前的那樣牙膏 還能刷嗎 我跟你講 重點我還拿另外一個洗面乳液 是用Hermes包包那個妝的 一打開看 裡面還寫 天啊 那贈品送我 你說老師 老師 你也比較正經好嗎 你不能怪人家這樣對你 以上往來嘛 對啊 對啊 我們要回什麼嘛 老師 對啊 對 承認了 對不對 講中啦 對啊 講中…我以後會改進 好不好 對不對 那這不要抱怨 好不好 送什麼給你 你都什麼都不缺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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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好看都不先揪我 最後才好我去現場當盤子買單 對啊 你很愛買單是真的 有一次我就跟妳講說 今天要不要過去停妳一下有沒有 好 今天店裡沒有 今天店裡沒有開啦 妳就先不用過來 好巧不巧我正好經過 看到裡面燈還是亮點 有局 有局 而且裡面有 三十幾個妹在裡面 好多喔 沒有面子嗎 我有這麼見不得人嗎 我也讓你沒面子嗎 就不讓你去啊 對啊 怕丟臉 還有更可怕你知道吧 他後來有找我去 因為手機直播好不好 老師妳快來 我們這邊快結束了 妳結束找我去幹什麼 就是說去要完蛋要結束 要找我去 我也去了 妳一句話我也去了 去了沒有第二句話講 面子做給妳 那妳幹嘛那麼衝動啊 對啊 幹嘛這樣衝動消費 妳就去一下就好啦 因為我是個浪竹 他炫耀的這種心態 炫富… 因為… 因為年輕人賺錢不容易 都是那邊衝面子 拿錢來刷卡的 我要說 你不是… 都附陷 我都附陷了 不囉唆 疫情剛過的時候 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 我們去挺小火的店 然後一吃 十分鐘左右 菜剛上 兩個老外走進來 老師拔腿就往外衝 什麼意思 幹嘛… 因為那時候他還沒打疫苗 他覺得兩個老外帶病毒來 然後他往外說 因為他的玻璃插得很乾 他這樣 撞到我們啦 整個撞到我們 好久喔 單也沒有買 單也沒有啦 最後也是我買單 閃單… 閃單 你是什麼爛理由 其實朋友本來就一人一次 大家互相嘛 對啊 沒什麼故意要找你付錢的啊 對啊 我們那時候疫情的時候 那時候比較好的時候 我跟小偉騎腳踏車 說要去他 他就叫歡迎我們去他找他 對 騎騎他後來打電話來 他說你們兩個常常去餐酒館 幹嘛 不要來我家 對 他怕 當然我們的心是整個是 老師你怎麼會這樣 叫我們就不要去 看自己比較重 你這裡要講真話了 對 我們一直都講真話 有疫情他來找我 注意聽喔 我們兩個來找你 有疫情 對 他們平常帶妹登山 上山下海 對 從來找不到人 沒錯 我跟你講 這一點 我也要講小鐘哥一點 怎麼了 小鐘哥很常騎腳踏車 他大概一兩年前吧 他已經約我說 有空就一起去騎腳踏車 他知道我也愛運動 他就說有空就一起去騎 每次遇到我都會這樣子 就約一下… 我都說好… 結果他沒有一次真正約過我 對 結果有一天我在我家 我家就在和平公園旁邊 我在我家裡彈琴的時候 突然聽到窗戶外面有 我突然聽到這個聲音 這什麼噩夢的劇情 我就耳朵 這聲音好熟悉喔 窗戶一打開 小鐘哥 我跟你講 而且他不是一個人 他有一台腳踏車 但是他幫一個穿得很辣很辣的 女生 褲子大概短到屁股 緊身 然後他幫他幹嘛你知道嗎 扛U-bike上一座橋 你說對了 你什麼意思 你什麼意思 我跟妳講 射手座的嘛 你再講他年紀也拉緊抱了 給他處理一下 對 我跟妳講 我真的我有找妹 但是我有找妳 老師 妳每次不是說妳的頸子拉傷 就是說妳要去算命 就妳一大堆理由 找十次沒出來一次 妳也是自己的問題 不能怪我們吧 又說妳的輪胎沒氣 不是 她找的點都是下大雨 或是說 對… 或是說很晚 或者是寒流來的時候她約 對 妳說我疫情期間不見妳 妳認識這個嗎 這什麼 這叫快篩季 這個點 這一點倒是我很感恩她 快篩季 這我也有拿到 在疫情這個 妳拿了十次不對 我給她拿十次 妳也是很早拿到嗎 很早… 不是 台灣公安是比什麼 別那麼不熟的呢 我有… 我很熟喔 我很熟喔 你有比我熟嗎 沒有… 我跟她家比較近 我給她那個時機是全台灣幾乎沒有 我就給她們一人一片 我也是全台灣沒有的時候 不…我給她… 我給她是 妳自取其辱啊 我給她是整合的 給妳們那時候 那時候已經很多了 對… 我還給妳她那個防菌衣 什麼都有給她們 防菌衣我沒有拿… 那時候全台灣沒有 我說妳們兩個吃台灣 開餐廳很辛苦拿去快篩一下 為了妳們健康 那時候還沒上市 對 我都沒有給任何人 妳到底有沒有感謝 而且我剛剛給妳小鐘 我那個什麼 我那快篩 那是我自己派快遞到她家拿 我出錢 我出… 這一點很感動 老師是親自送到我家 對 妳看交情還是有差 因為那邊的朋友他有… 因為重點是隔天要去她家玩 她就有在家玩 了解… 原來是到妳家要先快篩就對了 好煩喔 不要怕 真的是很囉嗦耶 有球與我時才會跟我熱絡 錄完影像會吃飯把我當空氣 是…有球 她有球與我的時候 這次不是要錄影嗎 對 前四天已經連續奪命連環 然後召了我12通每天 我開始醞釀聯絡 開始醞釀友情 來 店裡我請客 我們趕快錄一下 怎麼樣表現會比較好 然後我說沒有關係 我隨時會到 沒有問題 然後我就問她說 那我們錄完之後正好的時間 要不要吃個飯 她說可能我比較忙 錄完就沒有空 後來在後台發現你知道嗎 錄完影 她已經跟Lala跟何以文 約好來吃飯了 對 然後就是沒有妳 就是沒有我 邊緣我 那怎麼辦 太差勁了 小偉講 太看不起我了 太看不起我了 怎麼說 那為什麼她沒有啊 沒有我 怎麼會這樣 她是一夥都告訴妳 怎麼會這樣 你們吃飯都還挑朋友的 對啊 是不是 但是如果妳詹老師跟我跟Lala 你選誰吃飯 我跟Lala 選誰吃飯 選Lala 但是Lala就會找我嘛 也可以嘛 對 那也要找我啊 沒有啦 我是誰來 對 都可以啦 我不會冤枉他們的人 看正義的 真實故事 來 小偉說一下 老師 我說真的 因為我們三個人群組 你一天起碼傳了五六個簡訊 對 長輩圖對不對 他好愛傳長輩圖的 好多喔 重點是平常都是 比較晚睡的 他都七八點傳 對 而且他最近不是很流行 那個開運那個圖嗎 對 你也收到了 收到了 收到那個圖之後 弄到我桌面的時候 我被退了三個通告 看來你還沒有跟我接近 他早上長輩圖我會回他 有… 只有你會回他 早起對不對 我每天都8點一起 我半夜跟憲哥也OK 也OK 對啊 這個真的朋友啊 真的兄弟 你發給我 我是不會馬上回 對…他也馬上回 對 因為我不亂叫朋友 我一旦認為你是朋友 這個朋友就很重要 有一種是 他罰了一百萬年我也不會鳥他 我和大老闆都一樣 真的自己的大哥 就是自己的好朋友 後來講過來了 你們再忙沒關係 剛剛擺忙當中你知道吧 應該算很忙對不對 還跟菱莎直播 對 我說有效 菱莎 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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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舞台啊 我知道 什麼… 還有一組 我要用耶 還有一組 還有一組 菱莎… 菱莎大便你都吃了 菱莎 不要這樣 對 基本上老師神經意識 而且詹老師一樣跑過來 然後小鐘馬上把菱莎按下線 真的嗎 小鐘剛剛一直在表現 跟菱莎講笑話或什麼的 還說床不好不好睡啊怎麼樣 我跟你講 這個指控成功的 對啊 確實他們兩個是有這樣對你 不要這些朋友也OK 對 金事實啦 你自己也有自己一群朋友 那你從今天來就排擠他們 就好了 你自己的朋友就可以了啦 老師你有我們兩個 人家說的故以類聚嘛 對不對 對啊 羽毛一樣的鳥才會這樣 你們騎腳踏車 我去小鐘家打麻將去了 因為他最近 老師最近的 空閒時間都在打麻將 打麻將 小鐘到我…我姐姐店裡打 他現在已經 真的… 真的 有機會憲哥也可以去打 我好好來處理他 好 很厲害 好好下來 沒事… 指控成功 好不好 來 第三個憲心阿懷 韋毅 來… 來… 新組合… 你們怎麼會是朋友啊 對 我們先解釋一下 我們第一個就會解釋為什麼 對 妳很奇怪了 我跟你講 老師你被當空氣 我也是被當空氣 好可憐喔 演藝圈是最有倫理的一個家庭 有倫理 有愛 可是他們兩個 從來沒有把我放在眼裡 幫我撕 第一條給我撕下來 好 來… 慢慢說… 然後超沒地位 我有沒有出息根本不重要啊 對 因為我們為什麼會混在一起 是因為我們是同一個公司 就是同一個經紀人 但當然平常就是要培養感情嘛 你要知道對方的一些興趣什麼的 大家可以一起上節目片通告 這是很正常片通告 謝謝你熱心 我們都要講的東西 我們都要講的喔 就是大家也是要一起工作 一起做那天 對 所以我經紀人常常就是會說 那麼大家一起約出來吃飯 可是永遠約出來吃飯 他們都已讀我 永遠都是已讀 整個圈座裡面 好 例如說你看這個截圖 第一個 帶出來 吃什麼 大家說要去吃飯 然後我說吃什麼 完全沒有人回我 差勁 真的是 對 完全沒有人回我 他們說好啊 禮拜三晚上嗎 然後阿虎說OK 唯一說OK 我說我不行 然後我經紀人完全忽略我 阿虎也忽略我 唯一也忽略我 又一個呢 對 然後我說我時間不行 結果沒有人鳥我 那是你家的事 不是 可是我會覺得我是一個姐姐 就是我在這個團體裡面 怎麼樣我也是出道很久 也是經歷過大風大浪 妳是不是應該要尊敬我一點 好 這個就算囉 還有啊 再來禮拜五晚上喝酒 什麼時候存的啊 要換時間禮拜五 妳可以了 我說我可以 結果我唯一說 我那天錄影可能會延遲 然後呢 他們就說週六晚嗎 也好 我說我要看看 結果你知道嗎 我馬上說我要看看 之後 那禮拜日晚上可以嗎 可以 好 那就禮拜日晚上 然後信義去那間喔 OK 好 就這樣 就排定了 沒有你的事耶 沒有我的事 怎麼會這樣 好 再來他們約好 那人家讚了 OK 禮拜天晚上見 然後就說我禮拜天晚上就 不行啊 不行 然後就不行 就沒有了 然後全部 全部已讀耶 全部已讀 已讀算囉 好 他們就真的去聚餐了 是 每次去聚餐他們還發動態 發動態就算了 還這邊很高興 然後被我看到 除了他們兩個之外 還有其他的妹妹一起吃飯 怎麼會這樣 真的有原因 我跟你講 這根本就是斷章取義 對 我們先講一下 以前常常約他 他都說好…他會來… 印象最深刻有一次 這個聖誕節 大家說要吃飯 他就說明天聖誕節 一起啊 然後就 他整天都沒有回 然後隔天過完聖誕 他也沒有回 他突然回就說 好啊…吃飯 哈囉 去年的訊息 聖誕大餐呢 他平常就不太愛回我們的訊息 等了一年 他要等到他自己想回 因為他有後來出了一件事情 整個思緒都亂了 他時空錯亂了 心比較亂… 他希望回到過去沒有發生 對…都心比較亂 不是 是因為我群組太多 很多…群組 所以有時候你會蠟掉這個 蠟掉那個 然後看到了之後 你也不知道時間是什麼時候 你才說一個好啊 他就不理我了 就把這件事情永遠記在心上 可是約本來就是 大家都在熱頭上 趕快就有了 對啊 而且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平常在網路上都看到 謝忻很常在貼他就是在 露營也好 山上 對… 或是在水裡面 在潛水 他其實很忙 我們有時候都不知道說 約了你到底在台北還是在哪裡 所以我們都覺得 因為他真的是我們團裡面的結界 他行動力又強 如果我們真的約成 他也看到他自己會出現啊 對啊 對啦 如果你要來你就來嘛 對啊 我覺得你們沒有倫理啦 你們… 而且 你不能夠專精 老師 對不對… 基本上 人家果實上約別人吃飯 來不來隨緣 很多人很糟糕 他Hold著… 對 Hold住你 前五天約 他前一天的晚上才回你 因為他後面沒有節目了 他會評估 我可以來喔 都已經瞞了你來幹嘛 這種德性很長 德性… 講出來… 很不道義 老師你先坐下 不然你要血壓高 老師你真的很不道義 你先聽這件事情 你那一半已經過了 不要這樣… 我手機在一起 只剩老師 你先 老師你聽這件事情 這是真的 你講到我想到了 因為我們常常約了 然後約因為大家時間的關係 常常會瞧一瞧嘛 對 瞧瞧有時候大部分 最後變成整個錄完影 常常就是9點之後去吃飯 像我們現在錄完出去吃飯 也八 九點之後 只要過9點 他就不會出現喔 對 不是經大了 年紀大了 都講好了… 對嘛 年紀大了 年紀大了 我過9點 我大概9點半 10點 我就想睡了 可是你晚上都跟海產在直播啊 是海產硬要我加入 海產硬要我加入他的直播 沒有 我覺得有年紀 有時候要自己墊墊精良 就是說像小鐘一定約林莎嘛 他沒有約我們 我們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我們不是那一個嘛 對啊 他們有更好的發展 不同年齡層有不一樣的市場 好 沒關係 你們發展你們的 第二條…這我一定要講 因為我最近很瘋登山 錄影 一些戶外的活動 平常揪他們他們都不要… 後來最近有一攤是野溪溫泉 漂亮 妳跟潘映竹去嘛 對…野溪溫泉那一團 我一約他們就說 好啊…一起去啊 因為其實那個路很好走 他們兩個二話不說 就答應了 只是那時候阿虎就講說 不過錄影的東西我不太懂 我說沒有關係 反正都有人幫你弄好或什麼 你只要去然後負責搭搭道具 或者是拍拍照就好 他們兩個就跟去了 跟去了之後呢 你知道我到了現場 我一個人忙東忙西的 要準備煮飯的東西 要準備食材 要招呼客人 我還要幫忙搭帳篷 他們連帳篷都不會搭 男生連帳篷都不會搭 沒有… 要搭帳篷也不跟你搭帳篷好不好 對 我有看你幫他泡篷 他們兩個很早就 你們在泡湯的時候 他們就搭帳篷了 我跟你講 你在對面搭帳篷 你講到照片我就生氣 不一樣了 你講到照片我就生氣喔 我跟你講 他們我在現場搭帳篷的時候 就在弄一些石頭或什麼的時候 他在現場幹嘛呢 阿虎是這樣 阿虎在幹嘛 怎樣… 他在現場拿著手機 來 這樣拍…很漂亮 我幫你拍 自拍 這樣拍很漂亮 專業… 他在幫現場的妹妹拍照 對啊 然後拍完之後他還說 真的是老人家 裙子裡面還穿眠褲 對 是衣服褲 是衣服褲 衣服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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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裡面有衛生衣 衛生衣跟我媽穿的一樣 對啊 衛生衣 笑死啦 我阿嬤也穿這樣耶 冷靜 我姐姐寒流 姐姐很冷 沒有啊 寒流 妳是穿短褲 對啊 你看我就穿長裙妳就穿短褲 心很冷 找個人給妳溫暖吧 好 他們就一直在幫妹妹拍照 我就說那妳至少也要幫我拍照 好歹我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要拍不拍的 到最後大合照還沒有我 我都不懂為什麼 從頭到尾不幫我的忙 只顧著幫妹妹拍照 太糟糕了 沒有 先講一下 這個人他 因為他有這個強迫症 真的有 就是其實我們之前 有幫他做過很多事情 都會被他嫌 譬如說幫他搭帳篷 他說不行… 這個晚上風吹過來 那個帳篷會飛走 然後螃蟹過來會把我咬死 一下… 這個是什麼… 先講這個照片 先講這個照片 對不對 你看 謝忻在中間 你看那一群這樣看起來 他很像是媽媽桑 對 花得出場… 這好可怕喔 謝媽媽 對 然後做什麼他都要嫌就對了 然後煮飯他也說不要… 我們碰過我們手不乾淨有毒 或什麼 我們站在旁邊看他不要… 擋到我流年 反正他手又要嫌 所以擋到最後 我們就乾脆讓他一個人做 因為我們做什麼他都要嫌 然後他自己做 然後現在又要在那邊情緒勒 我們一直被他罵 而且他除了強迫症以外他有儀式感 他去了搭帳篷 他已經在野外 他又漂漂亮亮 他的花他還要自己帶花去 擦得好好的去拍 可是他真的弄得很漂亮啊 獻花… 但是他就嫌我… 沒有 我會在現場摘花 然後弄… 弄成一個花束 然後放在食物裡 他們就沒有美感啊 你們本來那一次是有大的浩劫 你知道嗎 什麼浩劫 他們可能也是可能浩劫 因為他摘著花 供那個河繩跟三繩 才逃過一劫的 他是為了我們 好有道理 謝謝姐姐 這樣 沒有 他真的有強迫症 好 我有強迫症… 我們當然就讓他做 對啦 會做的人都多做 門者多勞… 好 但我要說 雖然我有強迫症 我會情緒勒索人 但是我心很軟 自己這樣講 我很會關心 我很會關心弟弟妹妹 我是一個心很軟的人 有一次 你幫我撕掉 現在撕 快 速度 看看他在尋阻的地方 現在人生病有雞湯喝 我生病每個人都裝忙了 這一點是讓我很傷心的 老師跟妳一樣 就是徹徹底底的 碎了 我的心 情傷的時候 那是兩年前 不要 哪壺不會停哪壺 不要再停 對 就有一次阿虎他就在動態 PO了一個很可憐的照片 他就說他生病動不了 在家裡 很孤單 我當下 因為我為什麼是想很多那種人 我就覺得 阿虎而且還有獨居 他看起來就像獨居老人 看起來就像新包郵 就像心事狹窄 或者是脂肪肝的人 很容易猝死 所以我 妳看來更年級耶 我會很擔心他 我很怕他在家裡可能滑倒 或撞到頭就失血過多 我真的想很多 所以我會覺得 一個人 因為把他當董哥是不是 對 你幹什麼 差很多 因為真的 他劇場很多是真的 我是真的小劇場很多 我就怕他死掉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真的去探望他 我到他家去 我一個人我到他家去 因為我怕他出什麼事情 一個人住 高危險群 我們暗店裡門一打開 他跟沒事一樣說 你來幹嘛 我跟你講 這句話徹徹底底傷了我心 他問我說你來幹嘛 這樣就算了 你知道維藝他也在 維藝在他家幹嘛 煮雞湯 在幫他煮雞湯 你們兩個互動跟情侶一樣 然後還說不好意思 你要不要先走 就是我們沒有什麼事情 你可以先回去 好 沒有關係 你生病的時候我關心你 我不求回報 有一次我發燒到40度 我上吐下瀉 我在家裡是用爬著走路 我在群組跟他們講說 你們有沒有人可以來接我 帶我去醫院 沒有人 所有的人都一毒 然後就沒有了 我說我已經上吐下瀉了 可不可以接我去醫院 而且我家其實離那個山總滿近的 交錯 可是我真的吐到沒有辦法開車 一毒… 最後是我自己一個人邊開邊吐去醫院 怎麼那麼誇張 你愛你… 至少有點同事 我今天有好吃的活海鮮 在五谷比較遠 不要說生病了 他們兩個活蹦亂跳的 健健康康的 我還派那個400萬的保姆車 接他們兩個 100萬 這就算了是不是 他怎麼說你知道吧 真的嗎 真的 就是好像被狗咬 他住你車開車太恐怖了 真的嗎 你酒精會不要住我跟他 還嫌棄 還嫌棄 對 對 為什麼不幫忙一下 一個女生這樣子 我一個人住耶 我也是高危險群耶 先解釋這個好了 因為不然被大家誤會 沒有 我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不去探他病 哈囉 那個時候是COVID-19的時候 封城的時候 你發燒這個度數對不對 首先你應該要先打1922 對 要趕快跟機關局講一聲 接著要先確認一下 你最近去了哪裡 把足跡告訴政府 對 好不好 而不是打給我們 而且加上因為他說我發燒 然後是錄影片 你看我發燒 我臉紅什麼… 看起來好好的 大家也會害怕 對啊 因為COVID嘛 他根本就沒有事好不好 然後我們先講 有一次我生病那個 那時候我是發自由是不是 你發 對 你的自由 沒有叫我自由 沒有叫我自由 沒有 因為那個 好 那一次是因為就是 我只是發給 就是幾個自由看這樣子 那只是好玩 我也不是真的怎麼樣 他其實沒有很嚴重 唯一來就是我也嚇到 他按我家門鈴打開門我想說 你來幹嘛 對 那時候我還想說 你結婚該不會是煙霧蛋 我感冒你幹嘛 我騙離你家境 不過他來就來了 就沒關係 大家弄雞湯 然後後來他敢來的時候 他就是誤會了 他覺得說怎麼會就是… 我跑第一個 對 對 然後還拒絕我 叫我回去 所以對我這個姐姐來講 我就覺得我很不受重視 受傷了 其實我那時候開店嘛 我店離他家沒有很遠 然後那天剛好我東西 剛好店裡有那些東西 我想說這麼近 自己兄弟這樣子 然後我就乾脆去一下 我也沒想到你會來 而且來了 我們真的很怕被你閒東閒西 對啊 從此我就退出那個群組 來的時候 現在已經沒有在這群組了 就不在那個群組就退出了 你們真的不適合當朋友 我們就不要當朋友了 就算了 那個本來就是工作群組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對 謝忻 我跟你講 你看跟憲哥當朋友是不是很棒 很棒 你看你有什麼事情給我的時候 我熱情到那個完全沒有目的地 而且憲哥你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是什麼… 真的 誰有這樣圈 我說出來 誰 我給他們的建議 我給他們建議就是 藝能界演藝圈裡面 標準的教科書 教科學 有沒有看到 中肯的教科書 然後君子之交 可以是這樣淡淡的 淡如水 小人之交才會像這幾個 甜如蜜 怪怪的 口蜜而復健 對不對 很奇怪 他們真的復健 真的 因為我那時候只是傳一個 我女兒在唱歌 拿麥克風 馬上告訴他 我就跟他說 我女兒問麥克風什麼時候到 第二天憲哥就送過來 真的嗎 因為我說我女兒要賣 全省大缺貨耶 大缺貨 那個人賣了十萬組 你還拿到第一組 對… 有長輩員… 他要那個麥克風你給他一個 連我要都排隊 憲哥我們也要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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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5號 好 妳婚禮之後才會有 而且那組麥克風 憲哥在我們家唱的時候 整個余韻鬧涼 三日不絕余二日 隔天附近的鄰居說 怎麼這麼好的聲音都傳過去 是啊 我以為是警察來問說 跟歌聲有關吧 跟麥克風有關嗎 還有人拿回去來看 唱起來沒有那麼好聽 我是高興 你不是歌星當然沒那麼好聽 好不好 教朋友要真心真意 你給他看看 這個遇到事情 這個時候朋友才跳 叫什麼 煩難見中針 對 煩難見中針 對不對 平常吃吃喝喝 一堆人玩樂的事情 一堆人 玩樂的事情就出現 對不對 你們就說出了事情 這個朋友跳出來 跳出來 對啊 有用的 雪中送炭的人少 景上天花的人多 你就是景上天花 講那個 好啦 在這裡祝福每一位好朋友 好 友情長長久久 是的 謝謝大家 謝謝他們 謝謝 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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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那訂閱之後呢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像現在這樣 出現小鈴鐺 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